大家好 欢迎来到场收入美 我是常常老师 今天我讲一下刘美的实习和就业 那么大家说在留学美国我是完成我的学业 我就算是高中来 然后上完本科 上完硕士 但我最后我都是要进入到职场 我可以有实习 最后都是要就业的 就业就是说做某一个工作 然后老板给我钱 你不管是盈利的还是非盈利的 或者是创业 或者是在大公司小公司 那都是你创造这个价值 你要领这份工资 但是在美国作为国际学生来讲 他的实习和就业它是有一定要求的 一个就是说实习你就必须要用到 这个所谓叫OPT 就是一年或者三年的实习期 这个是作为国际学生的一个福利 就是我读完了本科 或者读完硕士的学位 就有这样的一个实习期 理工科是三年 非理工科是一年 最近大家可能也听说 就是在美国就业的市场 是非常好的 很多的公司现在都招不到人在美国 你说是因为疫情也好 因为人工智能发展也好 我们看到了 就今年毕业的这批学生 4月份毕业的这些本科和硕士学生 其实面临的就业的机会是非常好的 北京时间这星期六的半五十点 我和李欢老师和艾克老师 也会来讲一下 就是现在美国有五大就业利好的一些趋势 还有这里面也往前推 就是你在选专业做实习 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对吧 还有就是秋季 美国的公司对应届生招生的一个情况 所以今天来给大家再更新一下 今年的这种情况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但是我就想 还是跟学生和家长来说清楚 就是说 拿到学位并不是你的终点 而是说能够要学以致用 要能够进入到工作的岗位 进入到社会的循环当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样才是达到的一个 下一个很好的一个目标 好吧 学业是学业的成长 那么就业是就业的这方面成长 这两个需要的这种技能 它的评估还不太一样 学业可能你是举通知 以毕业来拿到的 就业当然就是以实习 这些大公司或小公司的 它的录取 这个来达到这样子 好的 今天就讲到这 欢迎大家 星期六上午十点参加这个讲座 到时候会具体来讲 五大美国就业的一些利好的趋势 好 今天讲到这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如果对留学 美国升学 转学 学术辅导 就业指导 这方面有问题 可以留言 这是我们主营的业务 最后感谢你 观看关注 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